经济部及手术机构为庆祝开国60年及遵从总统提倡全民体育,培养员工运动精神,有台塘公司所主办的排球锦标赛,有经济部高德超统计长主持首场的开球之后,随即展开一连三天24场的比赛,全部共有9个单位参加,包括了男子青年组8队,中年组2队和女子组3队。 今天首场的比赛是台电以2比0胜台肥,中游以2比0胜台肌,这项比赛将选拔代表队,今后代表经济部参加各项排球比赛。